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多元文化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家柏林独家新中式无烟净味火锅店 它的名字叫随缘听松 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 吸引我带着好奇心来探其究竟 一进门看到是清新淡雅的环境 浅绿淡蓝且造型各异的中国灯笼非常别致 它似一股清流令人心犯涟漪 右手角落为六人一桌 大多数是四人一桌 品味十足的店主 用一幅幅大型的山水沙帘 将每个餐桌隔开 也许令你感到江南水乡的优柔曼妙 据说老板来自广西 那我相信这些山水怪一定是假天下的桂林山水 桂林风光有着风暖叠仗山腹水 摆仗前锋自古兵的气势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无烟净味的电磁炉 现在开始点餐 点餐形式和在国内是一样的 用笔在菜单上把你需要的食材打对勾 这个女孩非常可爱 虽然戴着口罩 你也能看到她一脸的笑容 这套茶具并不是高档刺激 但她的制作非常精美 德国的习俗 无酒不欢 无酒不成宴 跟中国一样 这是我们点的六种蘸酱 现在我们的锅底上来了 锅底一共从一宫格到四宫格 我们是两宫格 一个是麻辣的相当辣 另一个是枸杞养生青汤 这个是拼盘炸虾和炸猪柳 好 现在汤已经烧开了 现在上的是蔬菜兰 白菜 山药 豆腐 莲藕 还有金针菇 小油菜 香菜等等 哇 哇 哇 这就是今天的highlight 你看这个摆盘多么漂亮 这一共是八份新鲜的手切肉 四份牛上腦 四份羊前腿肉 每一份是大概120克 每一份约9欧元 先把老玉米 山药和莲藕 放在锅里慢慢煮 我喜欢涮肉 用筷子一片一片的涮着吃 那么当然用照理捞起来 就更实惠了 真是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火锅不光是一种饮食文化 也是与亲人和朋友们 增进感情的一种纽带 大家坐在一起 畅所欲言 其乐融融 我先生非常爱吃火锅 而且去过中国多次 他说这里才展示了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 说话期间又要了一份蘸料 添加的蘸料不用再单交钱 而且又添加了四份肉和一份手擀面 今天的消费大约200欧 亲爱的朋友们 您是否也喜欢上这个温馨浪漫的环境 强烈推荐住在柏林 和来柏林旅游的朋友们 亲临其境来感受这里的风情和风味 在此也感谢店主的精心设计 勇于创新 一改中国餐饮 在国外的老路 让酒居国外的华人 宾至如归 饭后店里送来清凉饮料 漂亮别致的悲剧 正所谓细节之中看精神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